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红江 选战最后阶段 没想到台北市场柯文哲 露出真面目 只顾选举不顾台北市民 被民众骂爆后 竟然恼羞成怒 责怪市民 检讨市民 说有传简讯给你 为什么不信邪呢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北市府真的有做到SOP吗 关闭水门是可以不顾里面 还有人就关吗 那当时有活动工作人员 不知道水门关闭 大约10人受困在堤外 淋了两个多小时的雨 才等到警消救援 今天救援画面曝光 主办单位说 这些人要离开时 发现水门已经关闭了 之后才收到水门关闭通知 显然柯文哲的SOP 完全乱了套 怎么会关了水门才通知呢 那北市府水利处说 他们要保障体内逝去的安全 不可能等厂商搬完再去关门 并没有违反作业程序 所以那10个人的命不是命 被大水冲走无所谓吗 那这也是柯文哲的SOP 可以不顾人民安危 就关水门 是这样子吗 柯文哲一连串的说法 有发2万封的简讯 强化三级等 现在被打脸根本是谎话连篇 而且暴雨当时 北市府唱空城 柯文哲忙着辅选 副市长也不见了 那政府发言人呢 是在饭店活动 明显的疏失 柯文哲竟然还敢责怪市民 再推给绿营攻击 得意自己打不死 傲慢的心态 惹怒台北市民 恐怕会波及 黄珊珊以及高宏安的选情 黄珊珊昨天还帮柯文哲缓脚 今天是改口说 简讯时间差不合理 政府要补偿 还说中共的飞弹 武力威吓 不以办双城论坛 连发贺电都不宜 这番话是发现 选情不利了吗 不过蓝英对 柯文哲没有踏法 不关心台北市民的安危 还有房子车子等 反而去检讨城市中 勘灾穿什么鞋子 台北市民不愤怒吗 另外二物战争 俄军新指挥官承认 乌克兰战情吃紧 准备撤离赫尔松的平民 那俄军现在被乌军的无人机 逼到无处可躲 即使躲在壕沟 也被无人机精准投弹 拿干扰枪都没有用 但俄军锁定基辅的 能源设施轰炸 甚至进行核武演习 美军警告 恐怕会发射核弹 中国突发紧急撤侨通知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前台中市新闻局长 周冠廷 中江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次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也是政治评论于美美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资人媒体员陈东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台北市员林明贤 大家好 资人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再次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心台北市 关闭水门 十人受困提防外 今天救援画面曝光 微弱灯光下 一行十人冒险涉水走在水门外 进入水深处水烟及腰 得把手中的物品顶在头上 他们有八人是世界音乐节的设备厂商 周日豪雨成灾 是否关水门 没想到还忙着撤场的他们 就这样被关在水门外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在下午四点宣布关水门的时候 竟然没有去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完全撤离 五点二十收到关水门的通知 他五点十分已经不离 已经要离开 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 请问你的良心在哪里 尽管台北市长柯文哲坚称水利处有事先通知 但活动主办单位风潮音乐脸书粉丝页还原事发经过 十六号早上十一点活动取消 十二点发布停办公告 下午四点碳伤和九成人员都已经离开 不过还有灯光音响发电机等大型设备无法及时撤离 部分人员五点十分打算离开时 发现水门已经关闭 十分钟后五点二十分才收到水门关闭通知 几乎三个小时后 一群人才在消防队协助下脱困 而且遭殃的不止这些设备厂商 百灵桥下停车场成了汪洋一片 上百车辆泡水还有两人受困 简书陪秀证据质疑市府 四点要关水门市府三点五十五分 采发简讯通知民众难道没有过失 你们关的这个争议还是被说时间点的问题 也不要干扰人家活动的进行 有没有可以维持秩序 谢谢大家 我明天再喂食鲨鱼了 水门案发生第三天 柯文哲始终每一句抱歉 既抛出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 又暗批媒体是鲨鱼 不守秩序 失序言论停不了 台北市水门关闭 结果发现竟然还有十人左右 在提防外淋雨淋了两个小时 那今天他们的获救画面是曝光 可以想见当时是有多惊险 如果有什么三场两管 这十条人命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柯文哲怎么说呢 他说当天下午三点多 水利处已经就先通知厂商会关水门 但是民众不信邪 没有要求有通知才能撤 但事实上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 他们就有说了 这些灯光影响人员 其实他们厂商大概在下午五点左右 就发现水门关闭了 但市府没有派人巡场 横向联系很差 那也没有任何的广播提醒 晚上七点现场都还有车 部分的设备已经被淹了 来先请调名誉 这个柯文哲活动厂商是不是就完全打脸 柯文哲是不是说谎呢 再来台北市关水门的SOP 是可以不管提方话 还有人就关吗 所以说美国有这个水门案 导致尼克森总统下台 那我们现在台湾 竟然也有水门案 而且台湾的水门案是关乎十几条的人命 我们先来讲这个邵宇雪门案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十六号的时候 在大江河滨公园 这边本来有个世界音乐节要来举办 那当然了 大家知道那个泥沙台风来嘛 就风大雨大了 所以这个十一点钟的时候 这个就接获 这个活动要取消了嘛 那厂商知道取消之后呢 你也知道世界音乐节要很多很多的布置 你包括音响了 舞台啦 灯光什么的 通通都要撤 而且那天又风大雨大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这个厂商就开始撤撤撤 那撤到之后呢 结果呢 当然还有一些人 因为你就设备非常多嘛 你没办法一下子就把它撤完 所以到了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厂商还在撤 好那这时候呢 水门四点钟就关了 四点钟就关了 你还有厂商在那边 你没有办法撤嘛 因为你要知道设备那么的庞大 而且又雨那么大 我们都可以想见 那个测设备是非常花 耗费人力的一件事 那你人命关天的事情 结果柯文哲讲什么 柯文哲讲说 四点关水门是不是 可是水利处三点多 就已经通知了 都已经通知了 那所以呢 你自己民众不信邪 他说不信邪这件事情 怪民众 对 所以你不信邪 好那坦白讲 这个这件事情 我觉得任何人听到都会受不了 就那个厂商 就是风潮音乐 一动不掉了 他就发了一个声明 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 这个身为本活动的承办单位 他一定要做说明 他说他确定十一点钟 活动取消之后呢 就开始啊 就开始 开始整个撤收 十二点呢 就发布了这个停办公告 然后四点钟 确实包括九层的工作人员 跟摊商 都已经顺利撤离完毕 所以他们人是有先撤一些吗 九层 九层 都先撤嘛 对 但是事实上啦 因为你知道风大雨 大家都怕说那个什么音响 这些水电设备会漏电 漏电会电死人的 那他也有讲啊 什么大型冷气发电机啊 没有办法及时的撤离哦 那顾及豪大雨 你可能发生漏电的问题 或是风吹造成的这个危险 所以厂商还必须努力的撤收 在五点五点十分的时候 五点十分哦 我要大家记住五点十分 因为四点钟的时候 已经关水门了 所以部分人员五点十分打开 打算离开的时候呢 水门已经关了 因为四点就关了嘛 那他们到五点二十分 才收到水门关闭的通知 五点二十才收到关闭通知 所以第一个 这跟克文哲讲说 水利处三点多发通知 这个是完全 那厂商就说 就五点二十我才接到通知 而且厂商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呢 你通知我们不撤 你通知我们不撤 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他确实是没接到通知 所以厂商已经讲了嘛 这件事情关乎人命嘛 你怎么可能政府来通知我 叫我要离开 哇塞 我这么热爱我的工作 这么热爱我的器材 我放着那个我就不跑 这不可能 而且是他们之前 就撤了九成的人力了嘛 对不对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后他说呢 之后在消防人员 多方的协助下 所有人员陆续脱困撤出 好那这件事情 一直确实是拖到了 晚上的七点多了 七点多消防人员 接到报案之后呢 赶快出动人力 找到这些人 对 然后呢 就把这些人 从另外一个楼梯坡道 把他们这个带出来 好整件事情 大概是这个样子 坦白讲了 这攸关人命的事情 我认为厂商 他不会故意 就是我明明接到政府的通知 然后我这边跟你拼了 我不测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就是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嘛 好那这件事情 那看起来就是双方 就是这个厂商 当然我相信 大部分的民众会相信厂商 因为这真的是 攸关人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你不能云淡风轻的说 我们已经发简讯了 你那个三点多 你自己不信邪 你自己不跑 好那这时候 有个关键的证人出来了 就是那附近的一个中山区 大家里的里长 就是在河滨公园 大家里的里长 叫庄明义庄里长 他出来讲了 他说呢 根本就没有接到告知 不知江关水门 更不要说广播了 所以你看第一线的里长 完全没通知 也没广播 对啊 他说完全没有通知 我更不要说广播了 所以这个里长 人家就已经告诉你了嘛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更何来说通知这些厂商 好那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这个网友就非常讨论的热烈 大家就会开始质疑 你市府的SOP 你所谓柯文哲的SOP 是什么 是不是先关门再通知 现在很讽刺 SOP先关门再通知 还有你的SOP 是不是不确定里面有人 你关了之后 你不用管里面 有没有人就先关了再说 这就是你所谓的SOP 第三个 你所谓的SOP 就是出了事 就是国民你们自己负责 你们都是泡水车 也是自己负责 厂商来不及跑 也是你自己负责 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好笑 他说以后我们选举 我们就选叫做SOP就好了 我们不用选人 选举公报上 只要打SOP这个人 SOP选制度就好 我们完全不用选人 市长你是父母官 你是这样做的吗 对这个太离谱了 如果说设定SOP 然后就不需要人了 因为所有的SOP 都会自动的执行 有这种事吗 柯P所讲的SOP 显然这是完全失了零 而且是乱了套 清皇这个SOP 显然问题非常大 当地的里长都说 没有收到通知 不知道要关水门 更来不及广播 所以显然水利处问题 是不是很大呢 为什么在没有确认 堤防外都还有人的情况下 竟然把水门给关了 水利处的问题 当然很大 为什么刚刚仲将 是不是提到一件事情 当地的里长就告诉你说 没收到通知 所以更不知道要关水门 也来不及广播 可是你知道水利处 发在脸书上怎么讲的吗 水利处发在脸书上面 讲的讲法是说 当地里长从早上开始 不断广播请大家移车 当地里长不断请大家移车 从早上开始 这是水利处发在脸书上讲法 也就是水利处 发在脸书上讲法 跟里长本身的讲法 本身就刚好是相反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表示其中 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话 所以那请问水利处 发这份出来干嘛 然后第二个 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柯文哲不断的 一直在告诉大家 就是说有简讯有发出去 可是你知道 大家已经一直打脸 柯文哲告诉你说 你简讯发出来时间 就是当天下午的3点55分 通知基隆和这边 叫大家要关水门 那3点55分 这件事被提出来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被打脸多了之后 台北市水利处更换讲法了 他告诉你 我找通知的时间 现在不用简讯来算 现在用发新闻稿来算 简讯是到民众手机里面 民众都不见得知道 而且民众有很多呢 根本也不是你讲的 3点55分收到 看起来有很多人 是5点来收到嘛 那更不用讲说 现在来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台北市水利处所发出来的脸书 来你看他怎么回答 有没有通知撤离 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告诉大家说 有发简讯 发2万多通简讯 对不对 那你看台北市水利处怎么讲的 他现在呢 不用讲发简讯了 他现在改用三个字叫 新闻稿的方式 所以他说 7点半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叫指出不进 然后到了10点的时候 又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不排除进一步 关闭全市疏散门的可能 然后最重要是在这里 他认知中最早通知民众的时间 是在10月16号14点 就下午2点37分的时候 透过群组通知媒体 什么群组啊 LINE群组啦 透过LINE群组通知媒体 那我请问你 你是那些停车的民众 你是政府发这个新闻稿 发LINE群组通知媒体 是能够直接到民众的手机里面吗 这有问题 新闻稿民众看得到吗 当然看不到 然后LINE群组跟民众 收得到吗 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柯文哲讲的简讯这件事 被打脸了之后 现在改叫台北市水利处出来 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发新闻稿啦 新闻稿发的时间 你看到下午2点37分 最早到7点半都有在发新闻稿 那我请问你 新闻稿等同于民众 直接收到你通知 我说要移车吗 新闻稿等同于民众被通知到吗 然后再看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 停管处收到相关资讯 之后据了解 你看这也是他写的 此次当地里长 从早上开始 也不断广播请大家移车 我们刚刚有讲到 里长本身就告诉你 我就没有收到讯息 我怎么去广播 而且叫大家要移车 那结果你水利处 竟然告诉大家说 当地里长接收到讯息 然后叫大家要不断移车 那请问到底是谁在说谎 然后最重要的是 各位看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让大家看了会更生气 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大家说 你看 有没有通知音乐节厂商 让他们来不及撤离 这一件事情照理说 你要你水利处 你要关水门 通知当地厂商施工人员 那么多人在现场施工 你要通知他 移开这就是你的责任 是吧 结果他怎么写呢 他说 首先厘清一件事 水利处并没有义务 要通知厂商 没有义务 水利处的脸书的文章说 首先厘清一件事 水利处并没有义务 要通知厂商 哇天啊 那谁通知厂商 谁要通知厂商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 这一次为什么蜂巢音乐 他要发这一篇 这篇脸书出来 因为这一次台北的世界音乐节 这世界音乐节 办在大家和平公园 那这他已经承办了好几年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是这一次的苦主 因为我们讲说 在台北市政府所发的简讯通知里面 他上午10点发的是针水河这一侧 在基隆河这一侧一直到下午 看到最早的资讯是3点55分才有通知 但是看起来不是每个民众 都是同一时间接收到这个简讯 那是不是他所谓的有通知 是早上那个部分 是在淡水河部分 这就是资讯的错字 你明明通知的是淡水的部分 又不是告诉到基隆河的部分 可是你故意讲成说 我全部都有通知 所以这就是故意在颠倒事实 跟有趣事实 所以你看在基隆河这一侧的 我们讲说百灵桥这里 跟大家和平公园这边 都没有收到通知 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 你要知道这一些在世界音乐节 现场施工他的状况 跟一般的民众还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来大家看一下 风潮音乐是这次世界音乐节的 承办单位 承办公司 他为什么要发这篇脸书出来 这篇脸书告诉你几个关键的时间是 第一个 他告诉你是16号上午11点 确定活动取消 换言之 这是连续好几天的活动 他是在上午11点 才确定要取消的 那各位你知道事情重要性在哪里 现场有音响设备 有灯光设备 这些设备 尤其是办演唱会的这些音响设备 他的电流是极强极大的 所以他一定要撤离 他如果不撤离 那如果水大了之后 他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电压的关系 他电到一般的人到时候会出事 那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 也有可能会导致一般民众受伤 所以他一定要撤离 所以各位 他是早上11点的时候被通知要撤离 那我请问一下 他到你下午4点 你关水门的时候 是不是只剩下几个小时的作业时间 他就只有五个小时的作业时间 所以你再怎么样 11点活动取消之后 你要关水门 是不是也要在12点赶快告诉厂商说 我4点的时候要关水门 厂商才知道说 我五小时之内 我要完成音响跟灯光设备的撤离 你没有讲的话 厂商怎么知道 我五个小时之内要完成 而且师傅也应该知道 里面是有人在办活动的 然后是有工作人员的 总将讲到重点 这一次的世界音乐节的活动 他的主办单位是文化部 然后他的协办单位叫做台北市文化局 你有个协办单位叫台北市文化局 台北市文化局难道没有那个责任 要通知厂商说 这个要关水门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 你们这整个这个撤离的时间 叫在下午4点以前要完成撤离 这个总是台北市文化局的责任吧 那如果台北市文化局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要问台北市水利处 你有没有告诉台北市文化局 要去勤厂商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台北市水利处 你有没有通知文化局 下午4点的时候要关水门 那大家会想说 那这些程序其实理论上 你如果有个市长副市长在作证的时候 跨局处会议的时候再怎么样 跨局处会议的时候 台北市水利处说 我们4点要关水门 文化局总会知道吧 因为你是跨局处的会议嘛 但文化局知道了 如果文化局不通知风潮音乐说 我4点要关水门 这是文化局失职 如果是水利处没有通知文化局说 要关水门 这是水利处的失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风潮音乐对他来讲 他就是受害人哦 我到现场去善后 要收拾这些音响跟灯光设备 结果你看 他怕漏电 他怕风吹落造成危险 他竟然在5点20的时候 你4点关水门 你5点20的时候 才让厂商收到关水门的关闭通知 然后结果你去想象现场是什么 现场一定是水机起来了嘛 这12个工作人员一定有生命的风险了嘛 所以你看 他后来是在消防队的多方协助下 他才陆续的脱困撤出 那我请问一件事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问两件事就好 第一个 对这个厂商来讲 他到现场 他避免台北市民发生进一步的生命问题 所以他去现场要撤离装备 台北市文化局 或是台北市水利处 既然没有通知他 你觉得合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如果有首长作证的话 跨局处的会议是可以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柯文哲要告诉大家 我有SOP 我不需要有首长作证 首长作证 他就是作秀 是 所以柯文哲 你本来在现场要作证的责任 不会因为你这样轻轻一拨就灰掉 他就是需要首长在做现场 做跨局处的协调跟整合嘛 对 至少你有一个首长在现场 就不会出这样事情 结果呢 对 你让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市长 你跑去辅选 你没有作证在当在现场 然后台北市的三个副市长 一位生病 一位请辞正在参选中的黄珊珊 然后只剩下一位 也没有进灾害应变中心 那你告诉我 你们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市长 三个副市长 都不在灾害应变中心的现场 请问谁去做整合 谁去通知文化局 谁去通知蜂巢音乐 他把现场的工人给撤出来 没有啊 所以你告诉大家说 这里面没有责任的问题 你告诉大家说 柯文哲去浮选没关系 然后呢 这在印变中心有SOP就好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对 现在看起来整个SOP 是完全失灵 完全乱套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通知当中 就可以发现 厂商在五点十分撤离 就发现水门关 然后五点二十 才去收到市府关水门的简讯 所以完全没有用 已经受困在提防外 但是北市府水利处怎么说呢 刚刚亲王讲 没有义务通知厂商 天啊 那谁要通知呢 再来他们说 他们要保障 体内市区的安全 所以不可能 等厂商呢 全部测完再去关门 所以呢 他们没有违反 作业程序 那明显 所以那十个人命 不是命是吧 北市府这样子 草菅人命不是吗 我觉得台北市政务 一直来讲说 SOP SOP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台北市过去八年 是完全没有台风吗 还是完全没有 郝大雨 你有没有真笑的吗 台北市过去发生过 那么台 那么多次台风 那么多次郝大雨 而且墙内台风都有 SOP早就建议了 大家看看好了 我手上拿的文件是 台北市台风或暴雨期间 疏散 疏散门启动 跟相关的作业标准 标准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标准 SOP都有定了 SOP定了标准 什么时候要开 什么时候要关 通知多少人 最关键的是这一个 要通知 我刚刚讲停车 除了相关的通知告示牌之外 有一个停管处 通知停管处 交通局停管处 要进去拖掉 写着一清二楚 停管处要去拖掉 要进去拖掉 过去都是这样子 所以在基隆河外面 这个市里外面停了那么多 五十多台车 第一个 刚刚刚大家说过了 包括民运也说 清皇也说了 好你礼拜天下午三点 四点要关水门 提早五分钟才讲 这谁可以去了 好礼拜天大家休假 没有上班五分钟要去 提外去移车的话 全世界就有一种人 超人 我要换装 换SUPERMAN的衣服换完 我飞过去移车 你们真笑的吗 所以老师讲 今天客户者想说 淹水车子泡水 民众自行负责 那今天他不用选举 没有压力 那为什么副市长黄珊珊 好卸任了 珊珊有选举压力 她说如果通知时间来不及 有落差的话 那市府要负责赔偿 要赔偿 所以SOP问得很清楚 过去台风发生那么多次 淹水那么多次 SOP在那里 那你刚才说几个环节都失灵 几个环节 停管处也没去脱掉 都没叮当 所以标准在那里 我讲得很清楚 就说文件在那里那么多 包括所有台风发布 包括老讲那一天 那一天早上 礼拜天七点四十五的时候 气象局已经发布 针对北部十个县市 发布豪大雨特报 所以早上发布豪大雨特报的时候 就可以适用这个疏散门 启动关闭的一个相关的标准 你为什么市政府到下午三点 才决定四点要关门 那你是不是你的螺丝松脱了 你市长人在哪里 拜托 礼拜天市长人不在台北 那一天就有副市长作战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下指令 所以所有的人都待在那边吗 没人搭嘛 水利处也是卸责 相关的SOP 你说二级没有开设 那如果今天相关 因为要第一个 好要在包括水门外面 要有相关的标示 还有包括新闻稿出去 要通知 可是最关键的 过去所有关闭水门之前 关键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来不及嘛 那你要通知停管出去脱掉啊 掉出来 有人来不及说 不在台北或怎么样 没办法移车的话 你脱掉过来 包括脱掉费 保管费 当然民众要自己负担嘛 可是好像今天如果 礼拜天是这样 市政府 我提前公告 我早上公告说水门要关闭 然后民众没有进去移车的话 去脱掉走 我脱掉现在大概 依照大小型的CC不足的话 是CC数不同的话 是罚一千八到四千八嘛 对 那总比泡水好啊 泡水车子 泡水那一休都是几十万 那个脱掉费 其实 所以第一个市长不在家 导致五十多辆的泡水车 谁要负责 第二个 读我中间讲的嘛 你草菅人蜜嘛 你举办音乐节这些 你为什么你说没有去通知 好 是没有负责通知的 那个义务跟责任 那老实讲 那一天如果发生了任何意外 发生了任何一个 只要一个人出现生命的安全 如果真的大雨的话 不小心怎么样被冲走的话 你柯市长要负责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问题都非常的严重 不仅这个SOP严重失离 那现在水利处也在卸责吗 当天的停管处也没有去脱掉 来美美姐 台北市的水利处 他怎么说 他说呢 没有要求等通知才能够撤离 所以这是在卸责吗 还说不知所云 那现在严重性是在于 柯P完全是谎话连篇 那包括我们刚刚看到SOT 他竟然说什么 对记者怎么说 今天现在不是喂鲨鱼时间 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呢 有不负责任谢哲的市长 当然就有底下谢哲的水利署 这些 而且要跟大家讲 水利署荒谬不是在于 只是说 没有这个 没有说要求大家要接到 撤离通知 你才能够通知 你才能够撤离 这完全是谢哲 那意思就是跟 柯文哲把责任推给市民 都一样的道理 没叫你们要等我通知 你们自己可以走 你们为什么不走 那你知道为什么脱掉 他那意思是说你们要自己判断 你们要自己判断 不用等我通知 你们就赶快撤 如果这样 我们不需要市长 我们也不需要副市长 我们也不需要水利署 那台北市民自己管自己就好了 我们不要出钱养你们这些人 不需要嘛 对不对 你凭什么 水利署 他是在这个当天的七点 礼拜六 礼拜天七点 在市府防災群组发布 说预计八点 实施指出不进 八点 那各位 指出不进不是等于关水门啊 不要被混淆试听了 指出不进是什么意思 指出不进的意思就是说 好 你车子指出不进去 那人可不可以进去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不是关水门嘛 里面还是有人 里面还是有人嘛 就是混淆试听嘛 然后你知道吗 随利署混淆试听 还有随利署 就是他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他们是否有个防災群组里头 他们自己就说 随时可能关闭疏散门到下午三点二十一分发布 四点疏散门开始关闭 那我请问你 交通署这边也说 因为水利署都没发布 水利署 所以水利署没发布 他们就是像苏培 他们所说的 你市政府八万大军 我就算是交通局消防局 我都待命了 有什么用 我根本不知道啊 我三点二十一分 我在我们内部的群组才看到啊 这水利署的问题嘛 你内部发布的完 你对外 你又说市民自己 你自己要测 你就可以测啊 我有没有叫 你要等到我的通知 对不对 好 再来大家看 真的是太离谱了 第一个混淆试听的 柯文哲议 他说早上八点 他就说 他就发布 可是发布是指出不进 不是关水门 再来你看 他那是针对哪一个部分指出不进 他是不是有分 早上那两个简讯 是指淡水盒流域的 是不是 不是指出不进 这个不是等于关水门 我再说一次 淡水盒跟基隆盒 这是另外的简讯 关水门 这个淡水盒 这个你看是十点五十四分发布 早上十点 对十点五十四分 说十一点开始 要关闭淡水盒沿线 淡水盒是十点五十四分 的时候发布 十一点要关六分钟 Superman来就不过 我跟你说 刷车不用时间 再来 再来 可是这一次真的暴雨 成在哪边 真的出问题的 都是在什么 基隆河新电溪 景美溪 这一带嘛 基隆河这一带嘛 好 基隆河这边是什么时候 是三点五十五分才发布简讯 四点就关水门 再来更离谱的 四点三十一分 这边再发布一个简讯说 基隆河这边新电溪 景美溪 要关水门 这是到四点三十一分 你已经关他问了 好 水利处有没有关水门通知的必要性 我第二问 黄珊珊一件事 消防局要花两个小时来救援 你觉得怎么样 第三件事情 柯文哲撒谎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这些停车站 已经说了一句话 你要扫QR Code的人才会通知 你两万封解讯怎么来 这个黄珊珊 你要不要解释